第一次的開會 首先代表副市長要非常謝謝大家 這是一個榮譽的職務 但是也是個承擔的職務 我們希望多豐榮我們自己來創造 但是今天整個不管是在台北市也好 大家對這個文師的這些保護 跟公司發展的這些均衡 我想大家都留我清楚 未來我們在這些方面呢 我們也希望能夠開放透明 那麼跟大家一起來探討 那麼藉由作為委員的專業 能夠幫台北市的這些文師保護運用 未來能夠開創出一條光明的大道 我們再次的謝謝大家 我們接下來是請這個 我想帶來未來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委員 謝謝 好 跟主席跟副主委 以及各位委員跟各位單位代表大家好 那我們先介紹這個第六屆的文資委員 那先從主委的右手邊開始介紹 那第一位是國立台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教授 新晚教新委員 隔壁的右手邊第二位是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米斯國民委員 那第三位是絕入縣二中原大學建築系專任副教授 下一位是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副教授 張昆正張委員 那下一位是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復學系副教授 劉淑英劉委員 下一位是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 林曉薇平委員 下一位是教育部法規會諮詢委員會委員 以及文化部古蹟歷史建築審議委員會委員 黃英妮委員 我們才叫行政院法規會參事 退休了 是是是謝謝 我不是文資的真正 是謝謝 下一位是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所長兼 專任副教授黃世娟黃委員 接著是副主委左手邊的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薛琴薛委員 再來是中國文化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學系 暨研究所副教授 有三天選擇委員 很快啊 什麼憑什麼市民不能開會參會 這不是要不要緊的問題啊 到底有沒有要去處在內 這內都是市民 為什麼不能進來這裡 下一位是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教授 王惠傑王委員 為什麼要按照了外面 抱歉我看錯了 下一位是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教授 蘇伊敏蘇委員 下一位是中國文化大學景觀系副教授 郭琼瑩郭委員 下一位是中國文化大學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 是兼任助理教授李斌李委員 下一位是機關單位代表 下一位是都市發展局局長林中明林委員 下一位是民政局局長蘭世聰蘭委員 下一位是公務局洪正升委員的代表是公務局副局長 謝謝 以上是第六屆文資委員 謝謝 另外是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委員代表是焦國安焦委員 謝謝 現在進來的是也是都市計畫委員會的代表 黃台生黃委員 以上委員介紹完畢 謝謝 等一下蔡委員到了 抱歉 現在這個主委最右邊是那個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兼任教師蔡元良蔡委員 謝謝 以上委員介紹 謝謝 再次的感謝我們所有出席的委員 還有我們這次有在都委會請到幾位委員 來跟我們來練習來參與 那我們是不是先請這個 我們的護療單位把今天討論的議案 還有要進行的簡單的程序 那我們今天各位委員做報告 好 那在正式進入議案的時候 那容許主席 我們先宣讀上一次會議紀錄的確認 那請護療同仁先宣讀 好 梁美氏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第76次會議紀錄宣讀 報告案1 歷史建築陽明山美軍福利社地址變更案 結論 同意修正美軍福利社地址為 士林區長春街6項2號 案2 市定古蹟原大阪商船出示會社台北支店地址 古蹟及其定走土地之範圍變更案 結論 同意修正公告事項之內容 案3 歷史建築景品日式數字群定走土地之地號及面積 建屋面積修正案 結論 同意修正公告事項之內容 4 審議案1 內湖區文革路22項44 134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同意決議 補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不指定古蹟不登錄歷史建築 案2 歷史建築延平北路2段50-58號電屋 土地範圍變更案 結論 同意變更公告事項之內容 案3 中正區中項多路2段1號審計部舊大樓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不指定古蹟不登錄歷史建築 案4 北投區北投城郊墓園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同意登錄委本市歷史建築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看同意的資料 案5 設定古蹟萬華林財再利用計劃案 結論 本案審查通過 有關委員意見請納入再利用規劃辦理 案6 大同區延平北路1段147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同意登錄為本市歷史建築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看同意資料 案7 設定古蹟清代機器局移購 東側圍牆與石板道修復及再利用計劃案 結論 本案審查通過 文字及套會圖部分請依委員意見修正 其餘意見請納入後續修復及再利用規劃辦理 案8 文化景觀產除山保存範圍登錄理由 保存及管理原則審查案 結論 同意本市文化景觀殘除山未知及範圍 本案的登錄理由 保存及管理原則排入下次會議審查 案5 臨時提案 案1 105年度私有文化資產補助案 經常門計資本門補助經費辦理情形 結論 同意備查 案2 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運作方式報告案 結論 本次提報之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運作方式系文化局醫事長財事 將文資法相關規定以標準作業流程方式呈現 請文化局將本標準作業流程還送文化資產中央主管機關文化部給予意見 2 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運作方式流程圖 建議中央主管機關給予意見後再送文資會討論 案3 歷史建築中正橋川端橋範圍及定著土地範圍變更案 結論 同意歷史建築中正橋川端橋公告變更內容 以上 好 我還是請教一下 尤其是上次有參加過這個檢查會 可能贏了我們的出席委員 或者是我們今天這個第一次參加這個會議的委員 對上次的會議紀錄和辭教的地方 回想就是說我們會議到結束 都還可以接受大家的辭教 如果說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就先這個 給他確認 我們繼續進行下一個 好 因為今天是第一屆 第一次的文資委員會議召開 那我們請文資科對於議事歸程做個概要的說明跟宣讀 議事歸程 這個有出面資料在各位委員搜上 你準備一下 有沒有 修檔案 修檔案 有沒有準備 我們有檔案修出來 沒有出面資料 沒關係 如果說委員有需要出面資料 我們準備 我們馬上補議 好 這邊簡單宣讀一下 就是說 在召開這個會議的話 可以順床心 但是 為維持審議秩序的話 必要是封鎖旁聽行 限制旁聽人次 另外的話 我們可以以下列方式進行 第一就是先宣讀會議紀錄的確認 另外第二點 由幕僚人員再要報告案件的案情跟處理情形 那並是會議性質由相關單位進行簡報 第三的話 則由文化資產所有權人 使用人管理人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等陳述意見 那整個發言順序的話 第一順位是當事人 那第二順位是其他利害關係人 第三順位則是金主持人同意之第三人 那整個發言時間的話 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 每人發言時間以五分鐘為限 那其他金主持人同意之第三人 每人發言時間以三分鐘為限 那發言者若為單位或團體 可以零派一名代表為原者 那每位代表發言時間以三分鐘為限 那每位發言者所分配時間 結束前的一分鐘 將以訊號提醒發言者代表 發言時間結束的時候 應該就是會以訊號提醒發言者代表 那發言代表應立即停止發言 那每位發言者 發言一次為原則 另外發言長短得根據案情的複雜 及發言人數之多寡 由主持人加以恆濁分配調整 另外每位陳述意見者 可以填寫意見表 那會後交回方便我們幕僚單位做會議紀錄 那另外諮詢意見的話 就是請相關專家學者 及有關機關代表 來做一個意見的探討 那另外委員討論這一部分的話 是採合一制的方式來進行 那最後由主席綜合討論意見做出決議 那時候得直派代表列席 並參與會議的發言 但不得參與表決 那這是整個意識相關的一個規定 那另外會議程序進行的時候 那與會者應遵守下列規定 禁止吸煙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禁音 第二對於發言者之意見陳述 應避免鼓掌或鼓噪 第三他人發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出質疑 第四發言時應針對案件相關事項陳述意見 不得作為人身子攻擊 另外為維持會議制序 會議進行中禁止錄影或照相 那這部分我們也可以等一下 就是請主席就教育各委員看今天的 因為今天有很多媒體有關注 那我們再做一個綜合性的討論 看是否要開放媒體全程設錄影這一部分 那另外其他不得有妨礙會議秩序或其他不當之行為 那以上說明 好 謝謝 針對以上的這個會議的規則也好 或者是進行的這樣的一個大略的一個概況的約束 那這個郭委員有沒有什麼指教的地方 尤其是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今天關心的議案的這些觀眾也特別多 那媒體也非常的關注 我們今天這場會議或者是之後的這些審查會 那各位委員是不是同意說 來進行 現在都發局是有準備這些錄影錄音的設備 那是不是同意我們全程錄音 那我原來跟同仁也在商量 我們是不是全程錄完以後還上網 那這樣的話就是公開透明 來用這樣的一個方式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指教的地方 各位委員 請 是 請 對剛剛的意思 喔已經有了 本來想看一下 就是 這裡面涉及到就是 委員討論 然後 萬一要採用表決的時候 這個事情 那因為今天這個案子有點特殊 不是台北市政府的提案 那我們認為裡面呢 有不少是機關代表 或者主席你們 那可不可以投票這個問題 有沒有涉及到 該迴避或不迴避的這個事情 這待會我們請這個木蘭丹會 按照這個民主法院相關的位置 記一下 好不好 現在委員 針對這個部分有沒有這個指教的地方 如果沒有或者是過程中 還是隨時歡迎各位委員跟我們指教 好不好 那如果大家沒有具體的這樣的一個反對 那我還是建議請各位委員同意 我們為了要公開透明 我們在現在開始 我們就請都發局的同仁 就啟動這個全程的錄影錄音設備 好不好 好 該的問題是誰問 是 對 我們請他來做說明的話 就是我們先把這個部分 一個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單調先說 可以說 針對委員部分是 涉及個人私利 或者個人利益的部分 才要涉及迴避 那今天是討論 如果是以公共事務的做討論的話 是應該是不涉及所謂的迴避的議題 那以上說明 謝謝 那大家可不可以接受或其他的指教聽嗎 如果可以 沒關係 我們如果還有其他的意見 我們隨時還可以歡迎 好不好 好 那如果沒有其他的部分 我們就照剛才跟各位報告的 我們全程 由獨法局來幫忙做錄音 我們會這個禁述 全程錄音 也會上網來公佈 完全遭貢獻 讓大家都能夠了解 我們接下來還是繼續進行 我們今天的討論的案子 要很簡單的程序 進行程序說一下 也只有一個討論案 對 今天只有一個討論案 就是歷史建築 山景物產 諸事會設 舊倉庫保存方式可行性評估案 那我們先請物料單位做個該要的說明 可以再由市府進行方案的檢報 好 謝謝 好 謝謝 主席 那我們今天最主要是 歷見申請物產 都市會設 舊倉庫的一個保存方式 這樣的一個可行性的一個評估案 那這 剛剛所提到的案名 他是屬於 台北市文化局 在101年5月所公告登陸的歷史建築 那歷史建築在最後的一個 附帶決議的內容 是寫到說 本建物所在地區 人應以行作匪門意向為重點 進行考量 後續應配合 該計畫與周邊5G群活化發展 以及都市發展與交通規劃等議題 演繹最適合的保存模式 那這是歷史建築山景倉庫 他位在忠孝七路上 靠近北門是這一塊 那另外 有關山景物產諸師會設 就是說在日據時期 他的整個的財法的總部 是位在管前路上 那這一棟 這一棟是我們在2000年 89年時候公告為古蹟的一個建物 那有關整個的 涉及到都市計畫這一塊 因為我們山景立見是剛好是在 市府目前在辦理所謂的都市計畫 變更作業 那這個案子的話 也在105年2月25號的時候 送到都委會的第682次會議 進行審議 那整個的審議結論 就是從國家門戶的角度來看 並在重現台北歷史地景風貌整備 都市景觀以及人本交通建設 及促進產業投資 產業投資提升就業機會等 西區門戶的願景目標之下 那中校西路的路行 以及都市計畫內容 以本次提會將員工展計畫 略向南側調整之修正方案為家 那後續應配合全區發展 而需移植山景倉庫 應依文化資產保存等相關程序 進行文資審議 這是最主要的一個結論 但是呢 在主委會的主席有做了一個附帶決議 就是說這個案子通過後 如果今天送到我們文資審議的 這個山景倉庫的一個後續保存方案 如果經過我們本會決議之內容 影響到這個案子都市計畫的一個決定 而需要重新配合調整的時候 那市府也會重新檢討修正 這樣的一個都市計畫內容 那這是都市會通過的一個方案 就是都市計畫 那它會有原來的山景的所在位置 那向東摩移五十一公尺左右 然後會在這裡做一個 希望就是做一個重組的一個工程 那這個是它的現在的位置 跟接下來移到的這一塊 綠地的公園地區 那就整個遷移保存跟原地保存 我們文化局提出來的一個 兩個方案的一個分析說明 那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文資委員可以就到底是原地保存 還是千億保存 來進行比較緻密的一個討論 那就是 就是就我們就這部分 千億保存跟原地保存的所謂的利弊分析 那也請各位委員參考 那接下來 就是有關千億保存 原地保存 以及都市計畫相關辦理情形的話 那接著由市政府突發局 就這個可行性分析予以說明 那另外交通局也會就這個案子的 周邊交通現況分析跟用路需求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這個狀況 我想我還是先請要就是說 在下一個階段的報告之前 各位委員針對幕僚單位 這樣的一個準備作業 那大家有沒有詢問 第一個就是 我們報告了原先文資會審查的一個主要的方向 歷史建物的保存 那跟當地的這些都市發展相配合的一個大原則 那第二個我們就報告了 這個上個禮拜都委會 就都市計畫變更的一個主要的一個結論 那還有後續可以因應的方式 這個會委員大家看到 比如說今天如果審議的結果 有跟上一次這個都委會的這些結論 有重大的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那它可能會有後續的因應的這個作為 當然全知道都委會 好了 另外就是說 以這個歷史建物的保護 那麼就這個文化局這樣的幕僚單位 那麼它提出了這樣的一個保存方案 現在看到的就是原地的保存 跟這個東移五十一公尺 那接下來如果大家沒有詢問的話 我們是不是先請這個都法局在整體的可行性上面 尤其是在一次跟原地保存 那這相關的部分 跟大家做一個技術性的報告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就請出發去 再來請 就是按照今天的這個說明 當然還是有一個事情 請發展局說明一下 為什麼要在文資委員會之前先決定的不是計劃 按照如果還要再做這個附帶決議 就很麻煩 所以這個前提是一定要通過都教委以後 再來考量文化石災害 這個原因也帶緊去 所以再來去談論後面 按照我們的文資法令 它是一個特殊法 現在按理說應該檢測 我在這個部位就要免費之前 去做決議會去幹 所以必須請教一下 為什麼先開支部就要免費 那不用再做決議 其實是一個比較大的機率 幫我這邊先做一個報告 其實我待會也會做說明 其實市政府在整個案子遷移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依循到101年文資委員會的附帶的決議 所以我們一直在強調的部分是說 這個附帶決議101年的時候 其實講得非常的清楚 說這個案子的保存的方式 基本上是要配合北門的意向為重點進行考量 那這個部分要跟周邊的古氣群活化 跟交通發展都市發展的議題 去做一個保存的一個方案 那在這樣101年的決議下面 市政府提出來的部分 就是遷移三景的方式 去做一個比較好的保存方式 所以市府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面做這件事情 那也把 因為這個東西牽涉到都市計畫入行的變更 所以我們也提到這個都委會上面去做一個討論 我先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好 如果可以還是有問題 因為這個 我們的上次那個101年的那個結論 當然 當年我們決定的時候也不清楚 這個標準發展會是什麼樣子 那既然做了這個結論 當然就必須有充分的討論 那這個討論當然就是按理說 但我也不曉得為什麼獨角委員會在這上面 我不曉得有沒有文化資產委員會 或是文化局的代表去處理這個 因為應該是整體的討論 所以好像 好像最後還是會遇到這個 這個先有的基本的方案想法 然後再進到文職委員會裡面去做 到底他的保存模式 好像應該跟今天的議題 應該自己顛倒過來先談這個文化資產這個事情 再進到最後的獨教委員會裡面去討論 所以今天有一些寫法我覺得 好像是 好像是討論文化 都市計畫 交通 這樣過程 但我現在讀起來好像不是這樣 應該是 應該好像是交通 都市計畫 最後才是文化 文化在這上面有沒有具最後的決定權 我不曉得 所以讀起來好像 因為按照這個101的決定 在決定這個最後的這個 都市計畫 我們大概研議最適合的保存模式 這個是在文化資產的職權上面要求 那我不曉得 當然也可以說這個 上次的都委會有一個附帶決議 但是還是有點有點顛倒過來的樣子 我想待會文化局還是要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說剛才委員提到的 就是說是文化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 交通 還是我們 這個 有這樣的一個 天項 是交通 都市計畫 然後才到文化 我想這個可能請 有這樣的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 那個 要指 稍微減少說明一下 好不好 那就是說 就現在 都委會 就是說 已經 初步完成在上禮拜的這個審議 那他現在這些結論 如果說 現在這樣的一個狀況 跟101年的部分 我想就是說 大家也可以參照 看看就是說 這樣子 是不是有很干戈之處 好不好 我們兩個我們再都可以跟大家來做討論 我們現在就是說 都法局就 這個 都委的先行的審查 還有沒有其他的補充 我還是補充一下 因為上個禮拜四 其實文化局有辦一個限定的會刊 其實要求我們做幾件事情 那既給各位委會的資料 當然來不及處理 我這邊會 待會會做一個補充 那上個禮拜四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有關於 這個案子 三井倉庫 位移的這件事情的分析 到底有沒有 就是說 他位移東移51公尺 到底對他的歷史價值有沒有一些減損 待會檢報裡面做一個說明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針對於 我們在度委會提出來 八個交通的方案的時候 希望縮減成三個方案 然後要有大圖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今天 待會交通局 在我檢報完後 會針對三個的部分去做說明 那另外我們也有大圖的部分 在各位老師手上可以做一個傳閱 所以這部分是先補充 上一次的報告的這個部分 那我還是要說明一下 是說 方案局在提這樣的一個方案的時候 不是說 沒有討論到文資的意涵 我們是依照101年的方式去做一個 我待會檢報裡面 也會針對這部分做說明 甚至於後續的一個保存的方式 再利用的方式 待會也會再一併的做一個說明 那是不是 方案局可不可以先就今天的部分 做一個檢報 請主席才是 我們還是請那個文化局 針對剛才講的 你們這邊提到的 就是我們今天這樣的一個進行 會不會對這個文化 是落在最後的階段 好不好 文資的保護 是落在最後的階段 那就文化局的這個 立場就是主管 文資保護 然後我們的看法 立場可以做什麼 都委會跟文資會都是府級單位 而且他都是有相關的規定 那其實兩個單位 兩個的委員會是平行的 那原則上 所以在都委會 他在上一次的 都委會的會議決議 他就是認為說 因為這個不可避期性的變動性太大 所以他留了一個但書 就是一個附帶決議 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文資會 的審議的結果 影響到他們通過的 都委會的計畫案的話 那他們會重新 另行召開一次都委會去討論 整個都市計畫的一個 變更的內容 也就是說原則上 都委會還是會遵做 我們文資委員會的 這些決議 然後他會去做 相對性的一個變更 以上說明 好 我想這樣講 就是說 尤其針對這個 你委員提的 我也附帶跟各位 對我們報導 就是說 我們整個程序 現在已經發展到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麼 在過去也好 未來也好 我想我們 可以再來做一些探討 但是就是說 不管是怎麼樣的一個程序 也許我們今天 可以真正能夠做到 就都市的發展 還有這個文化資產的保護保存 它能夠達到一些平衡均衡建固的一個作用 好不好 我想這可能也是我們可以在今天審查會 那個後續能夠更大的發揮 各位委員如果能夠接受 我們就暫時停在這個地方 我們每個階段都可以來檢視這個問題 如果還有干戈之處 也歡迎各位委員隨時提出來 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請這個獨發局來繼續報告 獨發局接下來就整個我們市府 針對山景倉庫保存的部分 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那我今天簡報 大家還是會回應說 這個山景倉庫保存 跟西區門戶的一個概念 這個部分 那另外是西區的願景 民眾參與的部分 那主要的部分 市政府提出來的方案 其實是一致保存的方式 所以我們會針對這樣的一個公法 跟各位做一個可行性的評估 那上禮拜四 其實有稍微做一個初步的溝通 那我這邊要說明的部分 今天方案局提出來的部分 是一個初步的方向 就是說我要一致的時候 的一個公法的評估 後續這個方案確認之後 其實文化局會有另外一個委託的一個案子 會把比較細部 譬如說 他該怎麼比較遷移的細字部分 再提到文字 我可以上那邊來做一個討論 這大概是我今天要做簡報的一個內容的部分 那針對剛剛其實 我們還是回到101年的這件事情 在101年這件事情的時候 指定的理由講的其實非常清楚 這棟建築物其實是可以做歷史的見證 可是見證我們一直質疑的比較部分是說 它一定要在原位還是可以移50億公尺 這個待會我會做一個說明 那另外在這裡面指定的理由 主要是針對它的建築物的形式上面在談 那加上附帶絕以後已經不再多說說明 我們在這樣的條件下面 我們去分析下一張 我們去分析整個 整個的台北市的歷史 可以看到這張圖 1901年的時候其實北門已經存在 其實山景倉庫市還沒有存在 那山景的這個辦公室的部分 第二代辦公室其實都還沒興建 那剛剛有講過 它的總部其實在管前路上面 所以在這張圖裡面的話 山景是一定會存在的 那再下一張 1945年的時候 山景倉庫大概存在 他們的關係 包括北門跟現在的這個 台北郵局 包括這個 這個國務館的部分 其實它的關係其實是 就已經存在了 下一張 那我們認為在這樣子的一個文理下面 如果 如果山景 它一樣是面臨這個 這個所謂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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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化系路的話 它其實對整個的文理的部分 其實並沒有太多的一個改變 那在整個建築物上面 我們如果在工法上面 能夠做好好的移存的話 其實 這個的保存 其實配合整個周邊環境的一個考量 我們認為這樣的一致的方案 其實是最恰當的 那我這邊也附帶另外說一個說明 是說因為82年的時候 在整個都市計畫 82年公告的時候 其實山景建築物 包括旁邊的建築物 其實已經佔用都市計畫道路四公尺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面 基本上會提這樣的一個方向 下一張 那接下來我還是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整個西區門戶計畫的一個 遠期跟進程的看法 請一直往下按 那這是我們整個西區門戶計畫的一個 的一個範圍 那主要是 以火車站為中心 北側的部分就是 市民大道 南側中校西路 一直到 從中山北路一直到手邊 是我們整個的一個範圍 那在這個西區門戶計畫裡面 其實主要有幾個重要的一個部分 當然第一個部分 是希望能夠創造一個 國家奴目的意向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重現台北歷史地形的風貌 其實門戶的意向指的其實就是 現在A1機場 可能要通車之後 未來整個國門的意向 那這部分附帶說明的部分 我們跟國光柯雲大家也談好 大家原則上 他們會在今年的部分 會 六月多的部分 他們會移開 移開之後這邊會 我們會 台北市政府 會把它做一個簡易的一個 會做一個綠化之後 會把整個的一個門戶的意向打開 那配合現在 這個中校橋引到拆除之後 整個北門廣場的意向都已經出來的時候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去改變這個地區的一個風貌 那我們也知道在台北火車站前面 其實它的整個交通跟人行動線的部分 其實是需要一些改善的 所以在整個計畫裡面 我們也針對這部分 人本環境去拓關它的人行道的部分 去做一個改善 那另外這個案子 除了環境的整備之外 其實它還有一些促進產業升級的部分 包括我們從東邊救市議會 機場捷運C1D1樓上的連開 包括現在台鐵正在跟我們談的 這個E1、E2的部分 其實到洛陽停車場 其實未來這一整串的這個部分 其實會有一個促進產業提升的一個方案 那整個西區門戶期望是分階段的 那第一階段各位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們現在中校橋引要參除 那整個路程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整個國光客運在今年6月離開之後 我們會做一個平面的一個景觀的一個工程 那我們交通局會配合整個的這個中校系路的 這個路側型的公車專用道的一個方式 把整個交通做一個整頓 那第二階段的部分就是說 因為整個臨時的路程 現在其實交通方面不是非常的順暢 我們希望能夠這個做一個比較長遠性的一個路程 包括要第一個部分先把山景倉庫做一個移植 那另外整個比較長期的這個路程的部分去做一個處理 那另外就是有一個北城的地景廣場能夠再現 那最後一個階段就是我剛剛提到的一個 包括整個招商等等 然後包括我們希望這個交六交八 未來會有個下層式的廣場的處理 把整個的地區做一個環境上的一個改善 那從這裡面在整個發展的過程當中 其實從這張圖可以看得到 其實在整個這個地區就是我們所謂的老城區 其實有非常多的一個博物館的概念 未來的部分的話 我們希望山景移植之後能夠活化再利用 有一個info house的概念 我待會會做一個說明 那在這個地區中校系路上面 文化部也有一個攝影文化中心在這個地方 那包括以前的台營 那包括現在郵政博物館 那我們也跟這個中華郵政談好 它基本上行報中心一開之後 未來其實這邊是一個郵政博物館 那包括這個就鐵道 所以整個地區未來其實 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博物館的一個區的一個概念 在這個地方 那這也是我們整個西區門戶計畫裡面在談的部分 那跟各位說明一下這個 因為市府這邊由公園出其實已經委託 希望整個北門廣場出來之後 希望有一個這個 北門的一個城堂考古一的廣場出現 所以這部分是由這個 我現在簡報的部分是文化局委託 現在是由徐玉健建築師所提案 他希望未來這個廣場行塑之後 能夠有一個下層式的一個廣場 配合古蹟的一個考古跟挖掘下一張 那行塑一個日出台北城的一個概念 那這是他一個初步的一個提案 那對未來的這個部分 他除了北城門的這個被保護之外 他也把這整個以前的舊鐵道 護城河等等的意象 融入在這個設計案裡面 那這個設計案 這個目前公園出正在做進行當中 那還是回到這整個這個都委會的決議 是回應剛剛明老師剛剛在提的部分 我們認為在一百 我還是重新說 我們一百零一年這個這件事情 這個歷史建築登陸的這件事情 我們認為配合整個的一個環境改善的時候 我們認為這樣的一個方案 其實是比較恰當的 那當然委員會如果有其他方式 我會再做一個處理 那在過程當中 我們也收到許多反對者的這些意見 那我們也做了一些這個專家學的 三場的專家學的座談 那正在這個方案裡面 我們也討論了一些交通的方案 因為你如果要原始保存的話 基本上交通的議題是要沒辦法避免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八個一個路行的一個方案 那這部分的話 在顧委會其實也是有提過 那那個方案的這個部分的話 基本上我們有做一個比較 那這是陳情的方案 這是保留的方案 這是我們原來提的方案 其實可以看到最明顯的部分 整個人民陳情方案 如果要原地保留的話 它在交通動線上面 其實是比較不是很順暢 譬如說它變成一個孤島的一個狀況 跟我們現在兩側都有人行道可以容易清淨 其實在規劃上面 我們還是認為我們的方案 是比人民陳情的方案是比較好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為什麼一直覺得說 應該要遷移的原因 那這部分過程當中 我們也有去現場內部看過 其實待會我會做一個說明 現況它屋底它已經坍塌了 它其實很多的一個問題需要再解決 下一張 那包括它外牆的這個生鏽打塌等等 那整個山景倉庫的這個特色 下一張 我們還是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這裡面提供的資料 老師可能很清楚 我們是依照黃世軒老師 楊堅老師的一個著作 做一個初步的分析 那大概我很快的帶過 因為書面資料可能老師可能會給我清楚 那我們針對它的初步歷史調查 包括它立面的特色 譬如說山景的標誌等等 我們認為這個它的特色其實是應該 建築上面的特色應該要被完整保留 楊柱的特色 包括它承重牆的一個概念 還包括它物價的特色 其實這部分都應該要被完整的一個保留 所以那現況的部分的話可以看的 當然因為上禮拜也有興趣看 其實它很多拱磚開口的 其實已經鎮裂了 已經有些損害了 那個也有蚊蟲害等等 那二樓的這些樓板其實都已經坍塌 屋頂幾乎都已經是 都已經是有些損毀了 那我們基本上認為其實 如果我真的要在原地保存的話 其實就它整個修復的工法 其實幾乎是等於是全部拆解 那這部分當然是老師可以待會可以做一個討論 那在整個山景的文化價值上面 我們還是回到101點這件事 我們認為文化資產的價值包括幾個方面 歷史文化藝術及科學的方面 那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山景倉庫成為歷史建築的原因是 其實它的產業其實社會文化的意義 並不是它座落的這個地點 那更何況我們座落的地點 還是在整個山線道的附近 我們已經找到一個地點可以去做一個儀式 所以我們也針對當初登陸的理由 跟我們千億五十一公尺的部分 有做一個說明 包括我們是呼應了整個台北這個北門周邊的一個 歷史文化的一個博物館的聚落 那我們也把整個我們的保存計畫 也會把整個的一個再利用 跟它立面的部分做一個保存 所以我們認為基本上 我們認為基本上這個文化資產的價值 並沒有任何的一個減損 下一張 下一張 那我們今天提出來的部分 其實就遷移的方法 不過我們認為有兩種遷移的方式 第一個當然是 衣地拆解重組的一個方式 那這部分我們有說明了一些 我們應該怎麼做的處理 我當然很快的帶過 那我們會依照這個工法的部分 去做一些保護知識 用手工的方式去做一個拆解 那我們也會切割的方式 其實會盡量保留立面的一個完整性的方式 那另外一種方式 當然是整棟建築物挪移 可是挪移的方式 其實要考量到一個路徑的一個處理 還包括它整個加固 其實我們基本上認為這樣的加固的方式 其實有一些風險 那在這樣的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做一些比較 這兩個方法做一個比較 其實就歷史價值減損的部分 我們認為毅力重減的方案 它透過手工 可以完整的保留它的一個歷史的一個構建 那整個如果要挪移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因為現況的建築物的一個損壞的狀況 所以它的風險其實是非常的高的 下一張 那包括我們遷移工法 它可能會損及強體的部分 那當然這個會有一些 這個A方案會比較多一點的一個依順 它必須要做一些拆解 下一張 那另外我們也針對施工方式的部分 也做一個比較 那這部分在老師的這個 這個簡報裡面 各位老師可以比較 那我們其實想要談的部分 其實在這樣的一個條件狀況下 整個挪移的工法其實風險性是比較高的 那這是它的一個損壞的一個現況處理 所以我們還是覺得應該是用手工的拆除 那這個是我們建議一個整體執行的方案表 我們基本上認為一致的方案 應該還是要以拆解異地重組的方式 是會對這棟建築物是比較好的 那至於整棟挪移的方式 其實風險性實在是太高了 那我這邊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依照黃世軒老師調查 這個地方其實是沒有地下室的 所以它不管是挪移拆解的部分 其實都跟地下室沒有關係 下一張 那其實在這樣子的一個方案下面 其實之前的文資委員會 其實也通過了上一張 原來公賣局就是這個精湛的對策的這個部分 它也是用這個 它也是指定為歷史建築物 歷史建築物 可是它也是用拆解的方式 這是之前文資就已經通過的一個方案 所以這樣的工法的方式 我們是認為是可行的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我們綜合評估幾件事情 基本上發展局認為 台北市政府認為我們這樣子 依照101年的一個決議去做推動 基本上程序上是合法的 那我們也認為基本上山頂倉庫千億五十一公尺 對整個歷史場域的精神 並不會有任何的一個減損 那我們配合整個施工的一方式 做一個原樣的保留的部分的話 我們認為這樣是比較好的一個方案 那當然後續我們不會只是把房子移過去 我們還會有再利用的一個方式 文化局待會兒會做一個說明 下一張 那這個是整個歷史航空 我就不再做說明 其實我們要強調的部分 它的一致的部分其實價值性不會減損 下一張 再下一張 那這次剛剛都談過 那這邊要做一個說明 市政府不是說隨便找個地方就擺 這塊地是台北市政府的土地 所以我們連位置的部分 跟它的暫存區 其實都已經想好這樣的一個方式 不會像這個各位想以前什麼 中山條拆除就回不來 不會有這樣的一個事情的一個發生 所以這件事情基本上 市府已經做了一個完整的一個考量 下一張 那這個是我們模擬的這個未來 這個我們希望活化之後 它有個info house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在旁邊會整個做一個整體的一個設計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們希望延續它整個的一個棋樓的一個空間 那大概會有400坪的一個空間左右 那這些土地的取得都已經是市政府 不會有任何的一個問題 那這部分接下來是不是請文化局做一個 這個對於一致保留的部分的一個說明 無論後續那個整個到底是原地 或者是移開到51公尺外的 其實後續都會涉及到所謂再利用這個層面 那這部分的話 之後將會由文化局來以經濟倉庫這樣子的一個 再利用做一個使用定位 因為我們希望透過這附近一些台北老城的一些影像的展示 那剛好這周邊又有很多文化資產的一些景點 我們希望做成一個info house的一個前導資訊站 然後予以規劃利用 另外另外也針對於剛好附近重慶南路現在那個書店街的整個摔落的情況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展示空間 那賦予這些城市的一些老記憶 可以在這個空間重新得到一個發展跟一個再生的一個機會 那市長也非常重視這樣的一個案子 那也後續之前在今年的2月的時候也親自率市府高層 那去拜會台鐵局長 針對於整個山景倉庫的一個撥用程序進行雙方的一個討論 那接下來的部分主要是還是跟各位報告這個都市計畫通過的一個狀況 那跟各位做個參考 那這個是82年都市計畫通過的部分 那這邊都是交往用地 那我們在變更的部分是把整個路行的部分往北條 那勢必會移動散檢的這個部分 這是他通過的一個內容 那基本上我們還是要在這邊重申市府的立場 基本上市府覺得是說這樣的一致的方式 其實對整體的交通的環境 或者是整個都市的景觀 或者是人行人本交通的這個部分 其實都是對整個保存的方式 其實是最佳的一個方案 所以我們在這邊提出來 就叫各位委員這樣的一個保存的方式 後續怎麼處理 那我這邊補充說明一下下一張 那我們在附件資料的時候是有提供 因為上次上禮拜四的時候委員我問說 這邊到底是幾台車在西灣地灣下面 我補充說明一下 我們插出來一句話是820台汽車從這邊進出 有500台的機車從這邊要 未來會有一個出入口從這邊進出 那底下是除了扣除停車廠之外 它其實還有計程車的停等 計程車的一個上下課的服務 都要靠這樣的一個出入口進出 所以這部分做一個補充的說明 那接下來是不是可以請交通局的部分 我們就上一次這個委員就叫了公共再做一個說明 我想我們還是是不是請這個交通局說完交通的這些規劃 我們再綜合看是有點來指教的 那我們請交通局 交通局接下的說明有關北門周邊的各路行方案 我們之前做的一些規劃 那其實在整個過程中這段期間以來 我們就中校西路靠近北門這一段的路行 一共評估過九個方案 然後這在這九個方案裡面 其實我們就各個優缺點都綜合 包括對北門廣場的影響 對山景的影響 對行人動線 以及對車流的影響 來做一個綜合的考慮 然後在綜合考慮之後 以及在上次都委會也有經過一些討論 初步是認為說是以原本都委會的公展版 往南微調的方案二是最佳的 然後因為九個方案很多 然後在上次的那個文資委員 現在看有提到說 則其中幾個方案來講 就我們今天主要是針對三個方案來做一個說明 然後第一個方案就是現在 現在各位看到的一個方案就是 依公展方案往南略微調整這個方案 其實在這裡面這裡標示的這個點就是山景 他現在所在的位置 然後在這個方案裡面主要是 是把北門廣場這個空間做一個打開 然後在這個打開之後 其實一方面是做一個路行的簡化 可以讓整個周邊 無論是人行車行的動線都是更為直接便捷的 而且減少現在暫時性路行 它本身是一個割交支點的一個複雜性路口的一個問題 然後另外我們經過這個案子 就是無論在曲率半徑 以及在動線的順暢新聞 都是認為說這個是我們認為最好的一個方案 然後接下來是有關那個 這個之前有評估過的其中一個方案 就是有沒有可能不遷移山景的情況下 就是一起把北門跟山景繞過去的一個方案 可是經過我們畫過這個路行 會變得這條路過於彎曲 而且它會變成一個負曲線 它是一個反向曲線的一個問題 而且我們也看了它的那個 減和了它的迴轉半徑 其實跟市區道路的那個設置規則的 那個道路設計規範是有所落產 我們旁邊有附一張表 也就是說在這個方案之下 我們的設計速率最多只能到40 雖然說40可能大家會覺得說好像不是生影響 可是實際上速線要比設計速率要更低 因為設計速率是所謂安全的一個容忍值 所以也就是說在這個方案之下 我們的速線會再往下修 所以也就是在這個方案本身還要再搭配 兩邊有不同高度的超高的情況下 才能達到這樣子的方案 而且在反向曲線中間其實 如果以安全性來考量 其實中間應該還要有一段緩和曲線 它本身對於安全性的一個效果才會是比較好 所以我們是認為說在這個方案 無論因為兩邊分別設的超高方向不一樣 其實無論在排水或者是在安全性都不是一個好的方案 然後接下來就是方案6 為什麼提這個方案這個是在上次那個都委會的時候 然後相關的陳情人有提到說 方案6是不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案 所以我們今天也是在把這個方案再拿出來說明一次 其實在方案6它的做法是 中校西路西往東以及東往西方向的一個主要動線 就分別以四車道的方式從北門兩邊繞行 然後在這個方案的一個情況之下 北門它還是會是一個孤島 這個會跟我們之前一直希望把那個中校橋引道拆除 未來把北門廣場打開的這件事情 其實它本身是有點衝突的 也就是說其實未來的北門在這個方案裡面 它還是一個孤島 然後它本身北門廣場的範圍是比較小 而且民眾是不容易親近的 在如果以這種路行 其實無論是尤其是在南邊這邊的一個路行 會變成多個匯入以及匯出的一個路口 以及西往東方向的一個動線線行不佳 以及行的動線不好的一個問題 而且南北向也不容易親近北門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個方案也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案 然後也因此其實在我們之前的9個方案的討論之中 我們認為說方案2就是這個方案是最佳方案 可是的確它會造成說山景是必須要做一些調整 可是在這個方案之下 無論就北門古蹟保存 還有在道路的安全性 還有人行動線如何親近北門 如何在這整個區域的不同的古蹟群之間的一個流動 其實都是有正面加分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們的主要還是認為說 以目前的現在的方案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情況 我們謝謝這個都發局跟交通局的同仁 按照委員剛才的期待 我們已經把這樣的都市計畫的規劃 還有交通的這些可能的這些應驗的規劃 都跟委員做了一些說明 那當然我們在場有這個都委的委員 如果說待會有討論的時候 我們是那時候再請這個在場的會員 尤其是交委員跟黃委員好不好 那我們還是就是說回到我們這樣的一個方案的報告之後 我們今天還是要請各位委員來幫我們做在專業上的一個探討 當然我們還是有這種民意的這些參照 再加上專業 那怎麼樣子能夠最符合三井倉庫 歷史建物的文化資產的這個保存它的這種假期的意義好不好 我想我們在這些方面我們要跟大家探討 那麼剛才幾位在報告大家也都聽到就是說 今天提出來的保存的方案 那麼它就是原地保留 但是有它的可行性的分析 大概的報告 也有它拆解以後 東移五十多公尺 那麼它的一些可行性的分析 那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面 我們還是是不是先請教在座的各位委員 看看誰要先做我們指教一下 主席 這是請 因為我們在衛服部有重要的會員 那已經答應人家 所以這邊比較後決定 所以我很抱歉 就法治上來講 文資法32條 有關古蹟的遷移拆除 一定要中央主管之外的文資審議委會審議 而且要中央主管之外來核定 雖然歷史建築不是適用那個條文 也沒有什麼規定 可是呢 既然古蹟是這樣的慎重還要報中央 所以歷史建築它的遷移或它的拆除非常慎重 希望一定要文資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才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案子呢 我雖然不是文資的專家 但是我認為說 上一屆的委員會的決定 我們這一屆委員會 既然今天已經新聘很多委員 是不是應該先來剛剛主席所講的 先來決定到底應該原地修復 或者是在異地遷移 原地修復或異地遷移 先決定這個以後 如果真的要遷移 那麼才來決定遷移的地點 到底像黃世貞委員他的意見就是 在後頭台鐵圓塊地 那個遷移比較好 那個地比較好 比現在的更好 或者是說要跟台鐵溝通有困難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那還是說像台北市政府剛剛建議